我和你共事很多年了 亦都是 甚至我爆你的東西 我又可以爆你的東西 你不要以為只是你知道我的東西 每晚我知道哪個歌星 譬如那晚是張國榮 很興奮 一定要叫我爸爸帶我去看他的彩牌 這件T恤是甚麼牌子 好餓 然後我又問是甚麼牌子 是甚麼這樣 我便說 嘩 表姐我最記得的場面 就是有爆炸樓 往往問她 怎樣 會不會很大的 炸傷力 沒事的 沒事就要小心 一出來她便爆 貓都 我在路邊 我的頭髮都焦了 每個人有編劇 我記得 谷德昭便服務昇仔 和Maggie那一條 我便不斷說 接著 八明哥便說 讓我來吧 我也是誰 我便拍電視劇和電影 和過很多男演員 Kiss 這個是唯一一個女演員 我和她Kiss 是嗎 便躺在你的車上 對 下大雨 你記得嗎 又聊聊心事 對 你又說你的戀愛事 對 所以你未見過 Doo姐這一面 Doo姐的少女 她便連攬子 戲票都不想 她有一天 很多事情 對 她有一天很浪漫 好像很哄我開心 然後有個西裝外套 拿了一張票 你看看她第一次看戲的那張票 她每天都要洗頭 你把頭髮那麼長 然後 我以為她一定會洗頭 我在洗頭水旁邊擺了一個小禮物 哇 真是 說髒話 在家想找一個最強勁的清潔好幫手 這部LG CORE Zero All-in-One Tower Combi A9X二合一無線吸塵機 便適合我的要求 為何叫做二合一呢 因為它一部機便有吸塵機 以及掃地機下日 這部無線吸塵機的設計很輕巧 吸力特強 四款不同的吸頭 可以因應家裡的佈置 深入洞洞洞洞洞洞清潔 跟機還有兩塊電池 不怕吸吸下無電 之後就到掃地濕拖機下人出場了 它有360 LiDAR 濾射感應器 可以識別家居結構 避開障礙物 怎麼動都不會撞板 幫你吸塵 同時拖地 連接了ThinkQ App 操控 便可以指令機下人 在預設的區域清潔 而它這座All-in-One Tower 有一件雙機自動清空功能 打掃完之後 將兩部機放入底座 集塵盒便會自動清空 防止灰塵到處飛 適合鼻敏感人士 用完之後 連接吸頭 一個底座便可以收納了 家居一層不厭 就是這麼輕鬆簡單 今集我們的嘉賓 Sandra 吳坤宇 小時候有這個名字 或是自己改 或是爸爸改 我媽幫我改 出生的時候你改 我媽也是一番孫妹 她改了Sandra 之後就… 不是批評人 只是當時有個歌星 叫做仙道 她說她很有趣 她說她很有趣 她很適合你性格 然後幫我改Sandra 到現在 我和你共事很多年 亦都是… 請就我爆你的事 我又可以爆你的事 你不要以為只是你知我的事 哈哈哈哈 我們拍過無數的電影 電視 但是反而我訪問你這麼多次 都沒有問過你小弟哥的事 小弟哥的事 你童年是怎樣的 我童年嗎 我童年是不坎坷的 是一個愉快的家庭長大的 我今天就… 對了 我想送這本書給你 那就是… 香港國際電影節 焦點影人 幫我出了這本書 是的 由我的童年 開始講起我的電影生涯 如何成長 即算一個自傳 是的 那送給你 謝謝 是的 我很久沒見到你了 是的 所以你回去慢慢看 不過我很快地說 我的童年 我們有這本書就不用訪問了 OK了 可以走 走先 我的童年是愉快的 我是… 爸爸在這行 是阿春秋 我從大都見到 他會帶我去電視台 看他錄影 是 又認識了很多大明星 因為他幫忙在夜總會那裡 做編排節目的經理 是嗎 是的 當年我看到羅文 唱完歌 很有風範 然後下來小李飛刀那些 看到秋冠和匪姐 是的 小鳳姐 有兩位妹一起唱歌 是的 你也知道 你說這些你不知道 沒有辦法 然後他們每晚 我知道哪個歌聲 譬如那晚是張國榮 很興奮 一定要叫我爸爸帶我去看彩排 所以我的成長過程是很愉快的 那時候你很小 很小 十三四歲 是否因為這樣 就種下一個種子 因為你爸爸也是這行 你又這麼小就接觸 是 我要做明星 明星 沒有這個想法 那時候我媽媽就說 那時候是我剛才 那些要中五畢業 我成績非常差 考不回原校的中六 你上課也是沒有心機聽書的 沒有聽過 我為了準備這個訪問 我和你以前的訪問 我完全不記得對話 不是 我是可以證明你 完全不是一個 集中力注意的好學生 是的 有一年 有一年 可能我也不記得 演藝人協會張耀成立 你記得嗎 就叫了我們去開會 很多人 我不記得 我記得 在九龍堂 成龍大哥的辦公室 那裡開會 很多人說得出來是誰 我們是中堅分子 那時候牽毛他們 很多組 坐在那裡開會 有李連傑 什麼什麼都在 為什麼 因為你坐在我旁邊 我們就炸底很用心 在聽別人說 那是誰說的 不知李連傑在那裡有很多理念 我們藝人應該怎樣 你已經開始沒有心機 我開始拿鏡子出來 塗嘴唇 不是 你就看著我 是 這件T恤是什麼牌子 好餓 然後我說什麼牌子 我是乖學生 對 雖然沒有心機裝在 對 雖然沒有心機裝在 有牌子 告訴你 是嗎 這樣 天王 是 這麼沒有禮拜 是啊 那我要停止你 因為 別人在說很重要的事情 我真的不記得 開過這樣的會 所以我 還要去兩次 兩次 我就沒有去 我們也去兩次 我第二次應該沒有去 第二次應該沒有去 第二次你沒有去 就坐在我對面那個 是誰 有爆了 吳倩蓮 記得 吳倩蓮 我覺得他很漂亮 別人在說什麼 我又沒有聽 真人 挺漂亮的 沒有機會跟他合作 你說我注意力不集中 你也是 我炸帝的樣子很乖 但是你 你不知道是什麼 我連炸帝也不炸帝 是啊 我不理你之後 你又在這裏 別人聊天 所以你以前 那這些志在參與 那你上課讀書 是不是就是這樣 我上課讀書的習慣 就是因為我長得比較高 是 我一定坐後排 然後我就買了 你們做封面雜誌 那些八婆雜誌 我們以前叫八婆雜誌 就在後面掀 還有我們的桌子 是以前 我想現在沒有人見過 就是掀的 是啊 掀的 我便 那塊板 側側地 便放進去 便攪拌了 那些什麼粒 什麼粒 就是這樣 你成績很差 很差 很差 然後媽媽便說 那17歲畢業 那她便說 不如你去選港姐 這樣 哈哈哈哈 這個才絕 她便說 我問過米 還有選過米 是 她說你很適合做這項 是 我沒有心理準備 我又未懂演戲 又不知道選港姐 要穿泳衣 你覺得可以嗎 這樣 她說什麼不行 我媽媽眼中覺得 我們幾兄弟姐妹 是很靚女 和很靚仔 是 她膽敢跟我說 為何你們覺得金城很靚仔 我覺得我兒子比她漂亮 是一個這樣的媽媽 是這樣的 我見過她一次 你記得嗎 我記得 她很善良 我不知道為何會生了一個你這樣的女兒 什麼 做什麼 我現在有什麼對你不好 小小聲 很斯文 被她的外表欺騙了 是嗎 伯母你真是好 生一個這樣的女兒 經常很開心 是的 君豫是一個開心火 是嗎 是嗎 是很自豪的她 我們有一陣子都玩得很密 可以的 你又打牌 又成這樣 我們很壞 可以 Anyway 又轉話題了 好 不是要問 你是今天被訪者 我 我也未爆你的事 慢慢吧 好 好 畢業了 不去選港姐 不選港姐 因為我要角得著泳衣 就是因為這樣 而且我說我根本都 你未學過這一行 你對自己 老實說 君豫 你不是那些很主流的美女 你有你的特質 但是你自己覺得自己漂亮不漂亮 嗯 挺漂亮 你覺得自己挺漂亮就OK 因為我經常說很漂亮 但我爸爸說我經常很醜 當然不是美女 即是不是主流的美女 有性格 我昨天才跟陳可生在家裡說這個問題 我現在找一個美女 美得一聲 做女主角 是誰呢 好像斷了一層 是嗎 你這個年代 不要說 因為你始終都是我前輩 是 是 絕對 是 你想說什麼 不是 下一代 譬如我們那代 也有幾個美女 說回你了 不要說 越說越得罪人 那你就畢業了 要找工作 沒有打算讀大學 沒有 考不到 考過幾間 又是那些 媽媽原本說 你給我外國讀書 我也挺喜歡鬼仔 然後 她說不行 現實問題 因為我有兩個弟弟 她就說我要留一點錢給他們 去讀書 那你什麼 還男輕女 是的 是的 她說你也讀不到 我又是 你也讀不到 不如去訓練班試試 是她推薦的 是的 她說你去訓練班試試 起碼訓練班 你有東西要學 每天九至五就上學 你起碼學唱歌跳舞 什麼都學了 那時候有剪接和導演 有這些教的嗎 有 那時候是劉方剛導演做校長 是 孫家文就教拍電影 鄭友國老師就是拍演技 程賴根就教說話 因為智鄭康源 還有一個 導老師就是導演之老師 可能你不認識 我不認識 每天都想 我還有一個頂爺 教打功夫 還有中國母 什麼都有 那你就學到東西 你學了之後 如果你這一年 學了出來不喜歡做 或者別人不簽你的 都學了東西 你看到時再考不考 那些C校 不過也要付錢 很多這些 再考會考考多一次 那你猜你進了這行 你真的出不回來 出不回來 又 好壞不壞 DEP又願意簽我 你進去是一面試就可以了 這樣就在第十二期訓練班上 其實我基本是沒有面試 那時候也沒有考過 為甚麼 因為我爸爸 認識劉方剛 靠關係 是的 很老實說 是的 他說你試試 我女兒交給你教一下 那 劉方剛老師真的很好 其實我沒有考過任何試 就進去了 但中間的過程也要考很多試 你不可以就淘汰 是 你們當時有幾個美女是老友 劉嘉玲 曾華倩 你們三個經常都是一層 是 景代音是嗎 不是 景代音不是我們那年代 你們三個 我也有印象 你說我是前輩 有時你們出來拍些配角的角色 嘩 吵到 這樣不夠你問 我單屁重 我要記對吧 很吵 吵 你記不記得 我不記得 開心到 好像沒有染雞籠 是的 當然 一個小妹十七歲出來 還要 我記得第一部電影 在後面做些學生妹 當然放學 吵冤巴閉 我最記得是 好像有呂良偉 還是董偉 我不記得 我們就吵冤巴閉 你進去電視台 看到這麼多大明星 也很興奮 是嗎 是的 沒有 那時還沒有那個概念 說要靜點 要尊重前輩 沒有這些 有沒有被人罵 當然有 當然有 唉 還罵得很癢 是的 但是我罵完那時 我現在想回頭 我就明白 因為拍電影 或拍電視 是很醜的 我覺得 因為說得太多組 是的 你到後來 你也應該知道 不是 我其實拍了很多電視 拍很少電視劇 我就很早就入了EYT 那時我記得 當時的監製 推入EYT的時候 我是哭的 我說我原本要做一個演員 為何我要去演奏劇 我說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有天分去演奏劇 不是啊 大姐明啊 鵬哥你演得不錯 我很記得 有兩萬里主持 是的 你記得嗎 我記得 然後你很喜歡 拿著粗衣服 不斷繩 是的 是的 就是 免費時間 是的 你們又很早回去要對 要兩點回去 對 對 有些人又出去 有些人 羅蘭姐又在那裡洗頭 是的 我最記得 最友善的是江欣燕 和李麗裔 知道嗎 是 我們這三個 連結 又是 吵到不得之戀 我最記得有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就是兩點鐘 兩點鐘 一定是兌員的 四點半便 排禮了 對 過幾小時又做甚麼 難道真的有念你的稿嗎 我們走出去尖沙咀賣衣服 是嗎 你這件衣服很漂亮 我們就拿了薪金去賣衣服 後來怎樣 喜歡EYT 當然不喜歡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都不喜歡 不過現在回想一下 它是一個很好的打妝的地方 即是 你學到很多東西 即是 你見到他們在那裏爆肚 我記得有一次 我真的 不懂那些 那些押韻具 有一年很流行 有空吃過茶 盧海鵬那些 最流行 最流行 然後又長邊戴上整張紙 哇 沒有貓子 我記得頭兩個都忘記了 那怎樣完呢 又直播 哎呀 我暈了 那就暈了 你不記得我們做過很多這些嗎 是的 那些押韻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 也是一個非常好經驗 開心的 即是可以教識你即興 還有現在沒有直播 沒有直播節目 對 直播節目 直播節目 很緊張的程度 糟了 我沒說錯 走錯位 怎樣收拾 現在甚麼都錄了短視頻 喜歡怎樣剪就怎樣剪 沒有了這個興奮 不行就離開 對 不喜歡就要剪走 你以前說錯一句話 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是的 我有沒有跟你除了EYT 有拍過電視劇 有 電視劇 電視劇是沒有 電視劇沒有 沒有 因為我數了 出手 手指只有五部 你拍電視劇 五部 第一部不知道 錄頂記 是 跟周星時又拍了一部 鬥氣一族 跟著跟詩琦姐 跟曾光拍了一部 又吳慎宇嘉寧 跟著拍了一部 龍本多情 好像是這麼多 真的這麼多 然後你就 進了EYT 我進了EYT EYT拍了沒多久 我就跳了出去拍電視劇 為甚麼呢 為甚麼你要離開了TVB 是 人工底 這個人是很懂得計算的 其實吳君如是非常聰明的 你是 全部都算了自己 跟著那條路線 不是的 我覺得是的 我是誤打誤撞的 因為真的很生氣 加工資 太少了 是的 加工資 每個月多加你五十元 那你做不到 還有你做的事 是你預計不到的 就是你在海裡 你被監製去挑選 雖然拍電視劇也是這樣 但是我想拍電視劇 我的錢 衰極多 你不害怕嗎 但當時已經有知名度 不害怕 有知名度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因為我覺得 現在說回來 不是唱他 不過是事實 事實 因為他的系統是這樣的 是 他的系統就是 我給了知名度 你自己出去拍廣告 你自己拍電視劇 是你的 我們沒有數 是嗎 所以可能他說 哇 整個制度這麼多人 我覺得是這樣 當時我又不知為何 我當時也有質疑自己 我真的值得這麼少錢 你留我 我500元的表演 加多50元 不用 不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出到去 我很正確 我自己本人 你當時有沒有已經摺了電視劇 我有摺了電視劇 就是 我人生都很靜 靜的想法 你肯定是覺得好東西會來 難道說我拍完兩步就退休 所以我一直都是見步行步 我不是精於計算 是嗎 我是 我是 你說精於計算 那些你還精於計算 我不精於計算 你其實 但譬如你 喜劇 喜劇已經定了一個位 然後你就去做其他角色 做回正劇 演員一大論之後 你就做監製 這些都是 我們去了電台 你忘記了嗎 不是計算 電台時 電台是因為電影倒下 你忘記了 你是否認識 是 在90年代尾 2000年 整個電影界已經倒下 我那幾年拍了幾部戲 是幾乎沒有收錢去拍的 嗯 你也有多戲的 君豫 我拍了 你是沒有放過的 我記得 還沒說電台之前 其實之前你也做很多事情 碟你也出過兩首 歌你也有唱 很害怕 你又沒有出 你又沒有出 有試音 那時候誰都叫我們去試音 你是少少知名度 都可以試音 那你當然不行 那我就去試音 試了我聽 說真的 not that bad 但是我覺得 為你做一個專業的 專業演員 不可以出歌 那麽不行的 但是周圍個個都可以出 你也有出 兩首 對 不知道 那個年代 可能好像很厲害 我想那些唱片公司 又想 交叉 不是真的自己捧歌聲出來 找個有知名度 可以帶到貨 但是我覺得慢慢來 你那就是Rap 過年 一吋炮掌 我還記得占叔 很小時候 占叔有一個 做廣告公司 經常叫一些歌星 去幫他唱廣告歌 有一晚他去打 他寫了今晚沒有人 你幫我頂一頂 唱兩句 然後走 我最記得那首Rap 都是占叔填詞 他說 算了 算吧 一個萬不全的人 我去出唱碟 算吧 不過也是他幫我填的 對 你自己聽到也是覺得可以的 Rap Rap Rap可以一點 但也要有節奏感 你有沒有去 我覺得觀眾不接受 觀眾不接受 不是很接受 我覺得那時候 人人都出 就算了 你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遮遮擋擋 你有沒有出 我沒有 你死都不接受 但反而我是登堂 喜歡去跳舞 可以的 我有拍子 你最近那個 你有沒有去登台 我登台反而少 為甚麼 因為我拍劇少 我拍劇少 我那個年代拍了電影 那時候拍電影 已經又不流行去登台 所以我是沒有登台 如果有你會登台 以你的性格 我覺得你是沒有放過 也不是的 我記得做EYT的時候 那時候知名度不是很高 我記得有一次有些場 是好像有隊樂隊那些 然後被人在那裡喝酒 吃飯那些 是很流行的 是那些 歌廳 那些叫做 我不知道那些叫甚麼 那些究竟酒樓還是歌廳 又搭了個台 然後叫一些明星上去唱 我還記得那時候還未拆的 這個大富豪 那整班 請EYT人去唱歌 又鵬哥 總之是十個 有人在那裡說幾句 然後就唱幾首歌 然後我 有一次 做了一次這個 然後有一次我自己唱 硬要頂四十五分鐘 你不享受 我覺得很辛苦 但那時候又流行 流行 你沒有聽過林健明去登台一首歌 唱三次嗎 沒有 熱情的沙漠 在哪裏 在新加坡登台 星馬登台 那時候我沒有去 但這是非常出名的 我剛才雖然唱歌 但因為這首歌實在太受歡迎了 我再唱多一次 你呢 你唱嗎 我甚麼都唱 鄧麗君又唱 英尼的又唱 我的電視劇主題曲 唱完都四十五分鐘 我又帶個拍檔去 可以的 那年代就賺了錢 可以的 是的 我記得還有一次宣佈了我跟誰去 一定有個歌聲 然後主辦方當然先賣了小小票 先賣了小票 然後看看那晚是否爆發 便會分錢 你是這樣嗎 我不是 你是收了錢嗎 我是收了錢 我們收了錢 兩個禮拜有多少場 帶人去 因為電視劇可以收到 很厲害的 第一次去新加坡 真是 空洞 空洞 你是哪部電視劇 網中人 我還沒看 說回你 拍電視劇第一部是甚麼 你記得嗎 《霸王花》 是的 那時是一個很小的角色 總之是一群女主角 打的打靚的靚 有演技有演技 我是一個 七、八個人裏面的其中 我只是在這裏 因為一打就要裏 難道後面沒有人嗎 站在那裏很緊張 是的 然後有一兩句對白 後來就是 其實 導演收了一篇稿 然後 A、B、C、D 你趕快去吧 我趕快去吧 趕快去吧 說完之後 挺好笑的 挺有效果的 然後就開始每一場就加我對白 那我就開始 那個角色就成了型 就是經常被人玩的 就是一個不漂亮的女生 很喜歡去認識男生 然後經常在 找一些飛虎隊去 就經常被人租賊 那時開始就 那部戲就是大賣了 因為 又有二、三 是的 我拍了很多這個系列 又不知去賭船 又不知去哪裏 那我拍了幾部 那這部就大了 是的 然後就認識了 我們認識了 應該那個年代 是的 那我也出來拍戲 甚麼選友的年代 是 最佳選友 我會和你拍的 有 但沒有甚麼對手戲 我記得去弄一些 對 然後拆散你 不知令結尾才套在一起 對 因為這樣容易拍 對 而且有時 你有九組 我又六組 是 我很記得拍 你們快點拍 那些大特寫 是 千萬不要說那麼多 拍完 待會 經呼狂叫 走 幾個表情 可以了 找看身 你有沒有這個年代 當然有 就是 明明是兩個女主角 譬如我和茂艷芳 然後來一個人 也不知是誰 是 寧願和她演戲 然後我又要去另一個地方 你不記得我們拍過 我最記得有梁涂 是 你甚麼 表姐你好爺 是 我做你表妹 是 是 對 對白我也不太記得 因為很累 是 很累 但表姐我最記得的場面 就是有爆炸樓 你記得嗎 是 有間屋 導演還罵我們兩個沒有演員道德 是嗎 談我們嗎 不是 很危險 不是 不是 我們很貪美 那時候很流行果酸 你記得嗎 我們兩個就收工 買果酸 在那裏塗臉 臉 皮膚便薄一點 然後我們便拿到脫皮 那導演說 你們真的很無言道德 我怎拍你們兩個大豆 又不練習 又罵 你記得這個嗎 我記得 爆炸樓還記得 爆炸樓有一間石屋 在荒野 爆炸樓我們都拍不少 爆炸樓是專門砌軍火 爆炸樓 是 往往問他怎樣 會否很大 炸傷力 沒事的 沒有事就要小心 沒有事就要小心 那天那間石屋 就差不多是Fanelli那場戲 他四處都弄爆炸東西 是的 我們便問他 危險嗎 他說很少東西 但明明整間石屋都是炸樓 你便這樣推我 又鬆你生 我們便由石屋跑出來 有一條路 鏡頭上前面 即是有門 是的 一出來便爆炸樓 貓到 我在路跑 我的頭髮都焦了 你知道嗎 但我記得是甚麼 有沒有再設定過 沒有 還有甚麼 不是 第二天再設定過 不是 我最記得他說 他們很流行數一二三便爆炸 是的 就是導演 負導演一二三爆炸 那一二就是 你說action 當演員走 是的 那導演當然想我們走遲一點 是 因為這樣便緊張一點 火在後面 是的 然後我很怕跟他說 喂 老虎 是的 老虎 一走就走 是的 我還記得被導演罵 喂 這麼大距離 所以我沒有頭髮焦這件事 你短頭髮 是嗎 我是頭髮焦了一點 所以現在呢 拍戲很幸福 又不用硬生生跳下來 是 現在沒有了 你可以有少許特技 爆炸呢 現在爆炸是怎樣的 反正火都可以有些特技畫 當然有些戲是標榜 眼橋眼馬 是的 但是那時爆炸真的 爆炸扭也很穩陣 真的 由澳門文化局主辦的第三十六屆澳門國際音樂節 即將在十月舉行 特別推介由馬林斯基劇院製作的開幕巨獻 Pretrini三幕歌劇 托斯卡 最好喜歡經典歌劇的朋友 交響樂的愛好者就要留意馬林斯基交響樂團的演出 想知道更多豐闊節目和買票的詳情 可以去這個網址 我看見荷里會那些都很可憐 為何會開槍 我以前很怕開槍 我一天就不知道他們說 今天我看到那些槍我就想哭 因為真的有火 所以又在開槍 而且那些槍是真槍 而且你拿著很重的機關槍 然後又要塞棉花 然後你拍的時候又要聽別人說話 真的很疲累 還要加上動作 還要導演要求你不眨眼 是的 開槍不應該眨眼 是的 所以我覺得那幾年拍過那些動作片 也挺辛酸 對我來說很辛苦 我有一次去到 我有一次去到 我有一次是在家裡炸病 那個真厲害 我又不知為何 那個製片可以找到我家裡幾樓幾座 來接你嗎 是的 不斷按門鈕 不斷按門鈕 然後我一直說 那時候我沒有助手 甚麼都一個人 我們自己開車去開工 是的 我說我真的入了廠 你可否放過我 讓我睡一天 還有開車去開工 去到那些石缸 我是很累 我只停車在那裡睡15分鐘 因為你一去到就是體力活 就是去打輪 開槍 如是者就過了幾年這些生活 所以我又覺得很累 真的很累 我記得和你拍另一部 我們用馬閘睡 沒有客戴著睡得好 那時候有馬閘 現在有些人不知甚麼叫馬閘 是的 我知道 誰那天說馬閘 她說不知道是甚麼 我不知道 我女兒連電話都不知道是甚麼 怕不怕 不同的年代 沒有辦法 和你拍另一部 就是《武俠七公主》 是 那一部也挺開心 開心的 我們兩個常常在那裡睡 我拍電視劇和電影 跟很多男演員吵架 這是唯一一個女演員 我跟她吵架 是嗎 死定了 我忘了這場戲 因為我扮演馬閘 不是 你呢 那部電影是黃禎的 是的 你去到現場才寫 對嗎 是的 但她想到一條計劃 是 就是甚麼 癡心情長嘟 哈哈哈哈 你便喜歡張偉健 因為我本身是個女孩子 是的 你喜歡張偉健 被迫要保護公主 就扮演了一個男生的樣子 是的 你便得到一件寶物 叫做癡心情長嘟 你對著那個人 一嘟一飛出去 一撞到他 他便會 哎呀 我當然記得了 因為我咀過你 我便走過 應該你對著張偉健 走過便 我中了 那你便很喜歡我 記得嗎 我忘記了 哈哈哈哈 你很可憐 很可憐 你的石頭黏著我 有一場我們在沙鐵 我很可憐 你很可憐 你很可憐 為甚麼 在石頭上 你牽著我的腳 因為你很喜歡我 你中了 中了一隻 人家弄了一塊板 下面有輪子 我便一邊走 你便一邊牽著我 是 那便一邊拍一邊 一邊走 你不記得嗎 不記得了 所以我拍了無數這些 體力活的電影 我只是很開心 很開心 我只是很開心 因為我經常和你 因為你知一場打 拍很久 然後大家差不多拍 今天可能只有兩三個鏡 其餘時間 可能… 便躺在你的車上 對 下大雨 你記得嗎 又聊天心事 你又說你的甚麼 對 你的戀愛事 對 所以你未見過Doo姐這一面 Doo姐的少女 沒有辦法 因為Doo姐的勢很強 我也是有柔情一面 你拍了多少年戲 電影 糟了 拍了多少年戲 那計算訓練班開始 我想說四年 應該大家都過三四十年了 應該有 1989年拍 有哪一部是喜歡的嗎 很多很喜歡 提到你獲得獎的 你喜歡 獲得獎的 又不是刻意的 因為當時拍那部很流行 那些古惑仔戲 那個角色只不過是一個 又是扔下扔下 自己扔下扔下之後 導演和編劇看 這個角色多好 不如我們寫個… 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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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個角色為主角 對 我覺得這個世界有多有趣 那你努力鑽研下角色 做得好 那別人會… 欣賞你 欣賞你 就製造了十三妹這個角色 又獲獎 我猜不到 因為這些… 怎麼會獲獎 這些… 你明白嗎 那些當然是… 哭哭哭 要很澎湃的情緒 那些獲獎 這是一個很好的角色 接著就遇到金雞的角色 金雞那時又是真的2000年開始 金雞是你自己看到這個劇本 因為是全原創 就是2000年開始電影史 走到一個… 很低點 很低點 然後大家坐在這裏 都不知道開啥 陳可新當時也有選擇公司 他也拍了一堆 跟亞洲人合作那些鬼片 然後就… 大家真的很頭痛 在那裏量 當然是量部喜劇 如果不均如做 那麼拍部喜劇 甚麼角色 甚麼都做過 唯獨真的沒有做過 一個這麼深深的妓女 即不是我們以前很流行的 很表面 很表皮的去做舞女 那些叫舞女 只是跟別人跳舞而已 出街就再令計 是吧 那年代也拍很多 然後他們說 不如大膽一點 做一個真的很深深 拍攝接不同的客人 創造了她的角色 我很記得那個房間很小 好像現在這間房間的一半 當她的正所謂雞鬥 然後就… 那天就排了很多個臨時演員 就跟我拍場 像是蒙攝影 接很多客人 我很累 你知道有小本經營 你一開十幾個小時工 那地方又熱又悶 又要有身體接觸 那些人 甚麼人都有 又有漢 又有阿伯 其實有一次拍到我自己崩潰 坐在那裡哭 全組員都看著我 怎麼了 你發生甚麼事 誰得罪你 你發甚麼脾氣 我說不是 我突然覺得 又看這個角色很感觸 又覺得好像突然間 其實真的演員的生涯 又跟我好像接客一樣 好像有一種 當然不是那麼坎坷 但是有一種 有種聯繫 是這樣的 我坐在那裡哭了一會 之後 好 抹乾眼淚 吃完餐飲 好 再開工 即是 那個我又覺得很有趣 一個劇本 去到千禧 即是去到2003年沙士 大家全香港崩潰 然後我說 不如又拍一部金雞 幫人打打氣 拍了一個 我也挺喜歡的 就是黎明做的沙士醫生 他就信職了 我覺得其實他不是一個喜劇 我覺得是很貼地 很感動 之前如果說 現在大家更喜歡說的 就是程大嫂 我們那些 是的 那些喜劇 那個角色你又覺得怎樣 程大嫂 那個角色沒有的 那時候也是一群很大卡士 有周星時張榮帽姐 幾個人有Maggie 然後大家在現場各自在 自己立工具 自己量度 自己量度 每個人都有編劇 是的 是的 每個人都有編劇 我記得 谷德超 就服用 昇仔 和Maggie 那一條 我呢 就這樣說 接著 明哥就說 讓我來吧 我也是誰 其實有很多喜劇上的東西 我覺得自己 你是不是這樣 我很多東西都是自己 後創作 你給我一個角色 是 當然 你自己想她是怎樣 一個很烏惹的女人 經常做面膜 但她又不理身世 當然有個大郎 有些東西去到現場 去看 又叫美術家 我覺得這幾個角色 都是我人生的 說得出我 開心 當然有些不賣錢 那些 也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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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下蛙呢 四面下蛙 是經典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 甚麼 是令到你 正如新聞說 你賣樓 是的 我真的賣一間樓 為甚麼呢 為甚麼這麼有信心 我很天真 因為我想轉型 很天真 我以為問片商 借了錢 我以為一定會回到本 原來要重新學發行 原來你借錢多少票房才回來 我沒有想過票房那麼低 然後 那些錢真的要還 那去哪裏還 但你拍攝的時候 你覺得這套戲是 我覺得會得 嗯 我真的覺得會得 因為 所以拍戲往往就是這樣 是 我們有很多時候覺得會得 就不得 就不得 普普通通 這樣 如果不得 不會我自己全資 是 那我就是天真 回想回頭 其實拍戲 當然要找老闆 嗯 你現在拍攝的戲 全部都有老闆 不是的 不是的 我現在這幾年 我都自己有三分之一投資 我不是全部 因為如果你全部 就好像有些事情 說不出事 但是 我感覺 我覺得自己有些 有些粉 是很刺激 會用心 但是 你說四面下彎不收得 拍攝的時候 你覺得過癮 是很過癮 是嗎 因為一個人 金先生又寫得很好 那麼 寫了四個角色給我做 他又在想 什麼角色你沒做過 他就很好 那四個角色 我也覺得我能夠發揮 我覺得可以 誰知道出來真的不行 就不行 我想觀眾 喜歡看四個故事 他們很喜歡看一個故事 我覺得 一氣呵成 看電影就是一氣呵成 是的 他不行 總有很多理由 但是現在在這裡 我都很自豪 拍攝了這部戲 雖然當時我很痛苦 就是我本身 其實已經生活過得很舒服 你來我家打牌那裡 你是 炭技 我都想問一下你 你是什麼時候 你這麼炭 他真的 在片場 他是 一去到 他就知道哪個位置 是最舒服的 他就會霸佔了 那個位置 然後叫東西吃 你是想不到 可以叫一個這樣的三文治 他就叫了回來吃 你什麼時候 這麼炭 從小到大都是狗 我現在去到片場也是 我說這部戲 如果去十八區 我要吃雲十八區 總之每天萬歲 都要吃當地最棒的東西 最近去西貢拍戲 然後就有一個很特色的 一說了 那些人就排隊 很煩 就是這樣 然後原來是很多人未吃過的 我就覺得拍戲這麼辛苦 我覺得最開心在片場聽到就是 吃東西 放餡茶 還有 最後一拍到累 差不多拍到累 我一說這句話 我未試過不中 最後一拍 最後一拍 辛苦了 但其實還有幾個拍 那些人就突然間 醒一醒 而且吃東西是很重要的 買東西也很重要 我記得和你拍那一部戲 我們都拍到很強烈 我們去購物嗎 是的 去購物 現在沒有找我 中間你又不可以回去睡 因為可能 旁晚已經要回去 去哪裡 中環 好嗎 出去買一下 又開心 是的 需要不需要 未必需要 但出去開心一下 就是那一下 可能我們又回到卡拉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碰到你 我第一次碰到你 你又很喜歡購物 又是中環那幾間名店 那時我未認識你 我自己開著一輛車 哇 女神 多謝 哇 真的不是 真的 你也算是數一數以good taste 我剛剛想說 多謝你這樣賺 但在我眼中 我這麼久沒有告訴你 你是我心目中 頭幾名 是很高位置 很高位置 穿衣服 非常之 知道自己應該穿什麼 是 而穿得好看 還有 我補充 是 以前我們去到拍戲 那些衣服 我最記得加油戲士 行了 好 我自己來 是 你有沒有戴自己的衣服 我拍電視劇 到後來就是 是的 你不行的 不漂亮 不適合你 你不行的 是的 然後其實是不對的 我現在回想起來 是不對的 即是你無視了那個 美術指導 對 美術指導 不能出聲 說你戴了 我說是烏尾的部分 你做吧 因為我沒有這衣服 我覺得是不對的 絕對不對 但是 你說穿衣服 你的味道從哪裡來的呢 是的 我們做主持都是自己穿的 那些晚裝 當然 我不知道 因為 小時候已經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不是 你肥妹仔的時候不是這樣 都是這樣的 我肥妹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已經穿 GA了 是嗎 我寧願 我的理論是這樣的 我寧願 死坑死底 去買一件漂亮名牌 剪刀的衣服 好過你用 所有錢買 十件不漂亮 或者剪刀不漂亮的衣服 我小時候 有一年 十五六歲 我便在金巴里道 金巴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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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很出名的 本地時裝設計師 是的 我便用了那筆錢 買了那條牌 郭文輝還說了好一次 當時我做售貨員 我看到你轉圈 我就是這樣 你一向都是這樣 我情願 是 是 而且我很喜歡買衣服 現在也是 我現在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現在有網上買衣服 而且這幾年 我確實有一個好朋友 也很喜歡買衣服 那個叫黃偉文 我每次有甚麼很隆重的場合 走甚麼紅地毯 我都跟他走一轉 他和你做星星 是的 他又不是星星 你知道你今天去哪裡 他說跟你走一轉街 他又不是要特地去找 只不過我們走一轉街 這件可以 那你就買回來了 我就買回來了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借衣服 有借衣服 但你不是每次借衣服 那個階段 你都會借到你心水 你借不到心水 你又硬著 有時候沒有 就買下衣服 其實不知何時穿 明年才穿也可以 有些晚裝 那些不用 一定要 所以今天的打扮 就是自己的 今天這個打扮 是自己的 這些很隨便的 是自己的 但都不 都好甚麼 穿一條米尼裙 現在流行打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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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年想買衣服的錢 多不多 現在沒有那麼多 最瘋狂的時候 最瘋狂可以很瘋狂 現在沒有那麼多 現在還有一些衣服 我覺得不太漂亮 嗯 對不起 即甚至是牌子的東西 你也覺得是 即是很辛苦 很辛苦才選一件 那倒不如有時候 現在又流行穿一些舊東西 即是我原本 我原本 前一陣子 撿了一個貨倉的舊衣服 是我儲了很多年 Peter就說 你不要扔 你不要扔 有時候 有些人還記得 我們出鏡的衣服 喂 你這個名牌 去了哪裡 那時我二手店賣了 因為實在瘋狂買太多衣服 也不知道塞在哪裡 我今次的起衣服 就撿了 我準備賣 我準備賣 誰知道市道不太好 是的 那我就 留給女兒穿 我女兒未必喜歡 她有些選擇了 她們現在流行Vintage 我打算先保持在這裡 即是先放在這裡 或者真的有些我不喜歡 我會拿去買 但是我 我的好友就跟我說 你會後悔 你買了 你會回頭穿嗎 我不會回頭穿 但是你再看她 她現在流行回頭穿 而且這個有留念 曾經在見過布 你應該保持 陳先生就是那種人 甚麼都不扔 很多男人是這樣的 她就連一張爛紙 氣票都不扔 很多東西 對 她有一天很浪漫 好像很哄我開心 然後有個西裝套 拿了一張票出來 你看她第一次看電影的那張票 是不是 你浪漫嗎 現在 以前呢 我覺得浪漫 一向都浪漫 你浪漫定義是甚麼 其實 你找些東西哄 對方開心 對方 有些小遊戲 跟她玩 對 綁著眼睛 對 有一次 她每天都要洗頭 你把頭髮那麼長 然後 我以為她一定洗頭 我在洗油水旁邊擺了一個小禮物 哇 真的 說髒話 她那天 剛剛不洗頭 你不洗頭 不要緊 你開車 就開車 我看過開車的 駕駛駛駛駛駛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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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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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女兒也很喜歡 她懂得我 上星期她還說 你把東西藏起來 讓我找一遍 她懂得我 老公也懂不懂 她懂得我 她有她的浪漫 她也很浪漫 既然提到Peter 你們是怎樣開始的 是電影節 當年她的四面下話 她是甜蜜蜜 我們同期想 被她打倒了 是 獎金被她橫掃了 她去不同影展 去新加坡 大家在影展中 大家多說話 後來有一個場合遇到她 就是 我的手機型號和她的手機型號一樣 然後我沒有電 我問她借電來 我借電來給你 我借電來擦一擦 然後交換了電話 她就打電話給我 說約看電影 和換回電 是嗎 是嗎 趁機 是的 是的 我也有見過你們拍拖 我中環也挺開心 我們甚麼呢 我們一起去看王子華 是的 你不記得嗎 Peter有份嗎 有 不記得 所以大家的記憶 這樣聊一下 可以夾起來嗎 有些事情不知為何選擇忘記 有些事情就 會保持在這裡 是的 很奇怪 你們兩個這麼久 是怎樣維持的 是的 你會否自己也猜不到 我也猜不到 因為我們兩個性格也很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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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做這一行 我自己也不… 也怕被別人在這裡… 指指點點 是嗎 大家都說自己很有主見 我覺得其實… 就著說 就是… 她很… 喜歡問你意見 但是你問完之後 我可以很小心地… 然後… 她的意見不同 她又… 又很不開心 是 是 因為大家都在做這一行 是 我說其實… 都挺累的 是 因為她自己有自己看法 她自己有團隊 然後她當然想問一下你的意見 她現在都會說 那你說不行 我沒有說不行 你不要把我的意見放得那麼高 你不行 你是普通的觀眾 當然不行 類似這些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也是做這一行 她一定會問問你 但是你… 我不是很… 我有時也挺累的 但是適應吧 是嗎 適應我 她說這些不要拍 你剪掉了 等等 這些她完全能幫助 當然劇情上時 都是有不足的 劇本一定有的 然後… 譬如我拍了… 最近… 一部叫《俠加勒》 是《真人真事》 譬如… 那個是新導演 當然也是有不足 看完之後 你要加兩場戲 就更堅持 這些就是能幫助 我當然很相信她的評判 實實在在的意見 是 大家就聽 這些就是… 她可以保我的不足 你將來… 現在和將來的定位 你仍然是演員 還是報入監製 我的定位繼續都是演員 有好戲就… 做監製 監製 但是演員也很困難 唉… 你有甚麼… 即… 她們說現在九運 流行中旅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沒有呀 甚麼意思呀 你不知道現在第九… 走九運 現在2024年 這二十年流行中旅 那就行了 我們大法規了 你還未到中旅 哎呀 別搞了 你為甚麼不拍 你三秒又凶人 是呀 她有打電話給我 甚麼打電話 兜兜兜兜兜 在電台問你 是的 然後我怎樣回答 你說不行了 再見 收錢 為甚麼不拍呢 很難呀 你是否真的有位角色 真的很難 你就是角色 你整天滿心歡喜 想著去做 然後出來不行 還有我這麼久沒拍 我都希望拍回一個好人 對呀 就這樣吧 誰知道 你四面下蛙 你都這麼有信心 是吧 你覺得不是的 你可以跟導演和編劇磨 你又不知道觀眾喜歡甚麼 是吧 沒有 現在觀眾很喜歡你 是的 不行的 你電台 你做主持 是的 所以我就做回現在大家喜歡的事 你天天又在拍廣告 是呀 你其實這天多多時間休息 我很早就回去休息 你呢 你早不早睡 我不早睡 為甚麼 我喜歡看電影 我也喜歡看電影 是的 自從這個COVID 混了我們兩三年 我以前是不喜歡播劇 但現在劇越來越好看 是的 真的 還有現在有選擇困難症 在家裡 嘩 又有一道新 嘩 這樣很趕 是的 選擇戲劇 你有沒有聽過 是 戲劇 是的 所以我最享受 就是做完完東西 吃完晚飯就在那裡煮 煮下劇 那你很早 9點睡 我很早睡 那怎樣 4點去打牌 那早點 我的電台節目又早完 回到去了 快點去看 看完就睡 沒有了 沒有打牌那些 以前我們打牌 你是不是幾十年 我好恨打 你好恨打 你這麼多朋友 沒有 你那個劉嘉玲就很喜歡打牌 是嗎 林嘉玲和我打一張不同 是嗎 她打青張 是嗎 我們現在打得很亂 又揭網又等等 是嗎 我們以前有打過牌 去她家打牌 我和刀子是大排檔吃飯 是的 炒兩尾 是的 我覺得這又是不同階段 你有沒有說髒話的 沒有 沒有說髒話的 因為經常要做主持 你知道嗎 說到唇口 突然間說髒話 那怎麼辦 你會說髒話的 我戒了 自從我女兒出生 其實不是髒話的 一種釋放 是的 你都不知道怎樣 發洩那一刻 你就 說吧 你不用死了 是不是 我猜不到你做媽媽 是的 我也猜不到 為甚麼 我也沒有打算做 是不是一個意外 不是一個計劃的 因為我們覺得要有一個家庭 可能Peter 他是挺保守的 但是他不停鼓勵我 我說很老了 我說我跟他爭了40年 就是我和我女兒 他出生時 當時我41歲 即是高齡產婦 是的 很害怕 薄薄的 很薄的 然後又怕唐室綜合性 總之 甚麼都擔心 但你有了就沒得擔心 也要努力一下 你說 那個階段多大 是的 那現在怎樣 溝通有沒有問題 現在反而 我一直跟自己立定心腸做的位置 就是我要跟他做朋友 我不要做一個媽媽的角色 不要經常吵吵吵吵吵 有這個不行 那裡不行 我甚麼都跟他說 甚麼都跟他說 甚至乎我吵架 甚麼 我出去做不開心 那一條友很壞 甚麼 都當是一個朋友分享 你有沒有覺得你煩 沒有 有時候媽媽有一點煩 有時候我跟他說 我說媽媽有一個責任 就是會叫你不要吵架 又叫你多吃一點 穿多一點衣服 這一定是 不知為何她自然會發揮到這件事 但你不要覺得煩 當她未成為少女的時候 我跟她說 你將來如果長大 你會有生理狀況不同 跟男生 可能你會發脾氣 那些不是病 她又很害怕 那為甚麼會怎樣 因為她小時候 經歷了我的生理每個月 我一直跟她 我自己生活一直跟她說 就像朋友一樣 到現在她終於長大了 就是剛剛十八歲了 我又覺得她還是挺懂事的 就是因為她始終讀得書多 我覺得她的朋友還不錯的 最近發生一件事 很想和你分享 就是她去年去英國讀書 她就很想去套餐 很想下去跳舞 我給她去 你年輕時也去不少 你也去不少 你有沒有去 少許 可能是你帶我去的 是 在英國的套餐當然很棒 那一晚她放學 跟同學 兩個都是十八歲 去套餐 我一看到她說 你穿得那麼密實 穿西裝 起外套 她說不是呀 裡面穿了一條短裙 你知道套餐的人要喝嗎 那她又沒有訂位 她又沒有訂位 然後每個人都排了長龍 就拒絕她 你知不知道以前去套餐的文化呢 譬如我有一次去法國 那些人 那些套餐的人會選擇 當然 讓人漂亮才可以進來 年輕人漂亮 然後那天她穿那件衣服 我已經看到她 不會被人選擇 是的 那世界就是這樣玩 然後她真的沒有人讓她進去 然後其中一套套餐就說 那些人又不漂亮 然後她說 唉 真是被人找了笨 漂亮的那些人她進不了 然後她就打給我 挺乖的 打給我 然後她說 媽媽 你有一個 我有一個委員會 是一些私人團隊 是 那她是很嚴重的 然後她說 喂 不如給我一張卡 你那張卡的資料 我去拼一拼 他去拼一拼 我說好 你拼一拼 你拼到就別人讓你進去 我心想一定不讓你進去 接著那個接受者就問她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Sandra 你姓甚麼 我姓 你幾個月出生的 我8月2日 你幾個年 然後她很慢地說 一九 嗯 一九 嗯 這樣 然後全場笑爆 接受者笑爆 即你怎會是一個 一九幾年的人 其實我可以說 因為一搜尋就知道我幾年 然後她說 你走吧 然後她就說 那天晚上全晚無法去拼一拼 我就回家 跟同學去看一部電影 所以我跟她相處 就是我覺得好朋友 她會告訴我 她剛好昨天就回到香港 她說我又想去拼一拼 你跟她去吧 她當然不要我去 她當然是 No No Respectfully No 這樣跟我說 我都不想去 我說我不 我不肯 我過了這個階段 然後我說 你最 一件事要小心一點 就是千萬不要 吃毒品 是 當然 我吃了毒品之後 你就 不知道去了哪裡 就是這樣 你小心一點 你可以喝少許酒 我昨晚回來都問她喝了什麼 我問你有沒有喝酒 她說OK 我混了一些雞尾酒 那我的音樂好不好 很好 有沒有男生疼你 有沒有 當然沒有 不過我深信她會跟我分享 她看起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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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讀書自己搞定了 因為我嫁不到她 她的學業 我沒有讀過 你經常去探望她 我這一年經常去探望她 你去英國探望她 坐在這裡 等她週末出來跟她吃餐飯 你想她怎樣 我沒有東西想她怎樣 如果她想做這行 她想做這行 她現在已經想了 她找到一間學校挺好的 就是她正常讀書 但是她課外很多活動 就是有導演編劇剪接 舞台、燈光、音樂、樂器 都可以學的 不過你要先上完課 她就選了幾科 舞台舞台、舞台、舞台、舞台 但也挺辛苦的 因為你要上完課 四點鐘 她有時再跳到九點、十點 她想做幕前的 她想 實想 家裡 爸爸有做導演 媽媽也有演 她覺得好玩 她不覺得辛苦 我很辛苦 有時看她跳到傷了 她跳到傷了三次 回來又要看物理治療師 又要我和她鬆筋 我很辛苦 但她說我很享受 她結束後就說我很失落 她遺傳了你甚麼 她遺傳了你甚麼 有沒有你的好味 享受世界 她好像遺傳她爸爸多一點 是 她比較靜 是 她遺傳她爸爸多一點 她連樣貌也沒有遺傳 她直接跟陳可珊一樣 另外有件事我很想問問你 就是 你有段期間很肥 是的 真的很肥 我記得 我們在拍攝電影時 很長頭髮 鑼又大 頭髮又長又彎 很幸留一次那麼長 突然有一天 你醒了 醒了要受 是的 一路可以保持到現在 是的 你現在也是很精彩的 很精彩 我現在也是一個例子 我又不是精彩的 是 一有時間便在那裡走 我們也有去踩單車 你記得嗎 記得 我和杜姐是踩單車勁 我們兩個都做了很多事 你還說 今天低身體夠了 我回家要做下半身體 是嗎 是的 糟了 有誰跟你說這些 但一直都保持到 我記得你最開始時 不是很健康的 很累 我很喜歡吃 我真的忍不住 你說我去萬歲 我是吃盡菠蘿油 燒和鼻奶粉 總之不肥 就不要放進口 但是沒有 做了運動 其實運動是我當時的一個心態 我說我快要接近更年期 我說 如果更年期有甚麼 賀爾蒙跌 或者骨質疏鬆 那便會抑鬱 因為真的很多人抑鬱 我就低起心肝去做 我說很勤勞 做了三個月 馬上很有效 看到自己的腳 平常的大骨質疏鬆 我又不是粗的那些線條 因為我不知為何 粗的也不能粗的 只是瘦了 骨質疏鬆 腳又幼了 如果你現在不保持 你是可以全肥 可以 你是肥底 應該是肥底 但是我沒有 我現在一個星期兩三次舉威 接著便在走路 我經常見到你 我上班時 我見到你 是 那種 吃東西很清 我在家幾乎不下油 我可以煮菜 蒸魚 然後喝湯 那就是我的一頓 所謂說 萬歲很好吃的東西 我吃 我現場吃 小小 我現場吃 有人都跟我說 我沒有見到你吃東西 那我吃的 我真的吃的 你問我一些助手 吃得很開心 但是你要再付出 那你呢 你保持這樣 剛才我助手 你華姐一點都… 我也是運動 我每天都去健身 你瘋了 你當時三套 現在少一點 兩套而已 一天兩套嗎 兩堂運動 你也順奉吃一些蛋白質 吃肉 吃 要有脂肪 要有蛋白質 要有蛋白質 有這些 即是你起床就吃早餐 吃少許東西 吃完早餐 運動 回來又吃少許東西 翻風 即是去電台 回來又吃少許東西 煮一劇 那誰幫你煮 我有工人 你叫他煮 就是蒸鑽魚 他不是煮得太好吃 就很好 好了 要問問你 說說一套戲 我談的那場戀愛 你在裏面做甚麼 我是做一個跟我的性格相反的人 他是一個沒甚麼情緒的人 他經常隱藏著自己 他喪 夫… 夫妻關係很惡劣 然後很寂寞 賺很多錢 因為他是苦科勝手 每天要做很多大手術 他有一天很悶 在網址那裡 玩交友應用程式 就認識了一位 以為自己認識了一位法國工程師 然後其實好笑 原來就是後面有一個詐騙集團 根本整個有劇本 如何攻破這些女人 被詐騙集團看到 這女人穿上的衣服這麼漂亮 一路攻破 才互相交換一些生活的日常 然後看到她拿著名牌手袋這麼厲害 被人起底 知道她的身家有多少 詐騙集團就說 好 我就要騙她多少 挺有趣 而且我覺得很貼題 跟你做對手的 她騙你那個就是MC 是的 但我幾乎是整部電影沒見過她 為甚麼 因為她在騙我 只是妄想 是妄想 導演很巧妙地安排了一些電影在雜房拍攝 就是說那個工程師騙我和我去旅行 但她當然不出現了 因為她盜用了別人的身份 但是她又自己偷偷地去 看著你 是的 那段挺浪漫的 所以其實跟MC的對手戲 好像很多 看完大家不覺得 觀眾看完都覺得 好像談了一場戀愛 這部電影你就被人欺騙了 是的 現實中你有沒有被人欺騙過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玩這些應用程式 沒有 你從來沒有玩過 以前有玩過 你有嗎 是的 ICQ你沒有玩過嗎 ICQ那些就不同 ICQ那些年輕人不知道是甚麼 知不知ICQ嗎 知道 那些你也沒有玩嗎 沒有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拖拍 很悶回家就玩ICQ了 然後玩到有一天 那個男人叫我 他是德薩斯州的 然後就叫我大家交換相片 然後他訂了相片給我 立即收了 我沒有空 是的 刪除了他 總之之後就不玩了 即是有時寂寞會玩的 我沒有玩過 但我一說這個故事給朋友聽 我的朋友真的會被人欺騙 幾千萬 幾千萬 你的朋友應該是挺厲害的 當然是說一些朋友的朋友 我說真的會這樣嗎 我拍完這部戲 我覺得可能會這樣 因為人真的很寂寞 有時很孤獨 其實真的想得到別人問候一下 你怎樣 是的 原來就是這條條 當然騙人的錢當然不對 最後都是 當然被人拘捕了 所以刀姐你沒有玩這些是吧 沒有空 只要播劇也已經沒有空 接下來會有甚麼項目 接下來會想一部賀歲片 又是自己做監製 是的 如果打給你 你又三秒 K.O.我 你講條件來聽聽 好嗎 如果我們拍戲 你是才算 哈哈 是不是真的 有人症 有人症 是吧 下一次就說 就是這樣 沒有 真的要這樣 三秒 我這樣是對你好 我不擔心你 是吧 是的 這集訪問吳君瑜 就到此為止 謝謝你 不用客氣 大家多點讚好 留言分享 和訂閱我們Do Show 下次見 拜拜 要不要做這些 不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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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